大家好 今天是周六 我跟我家老张 陪着大孙去练排行道 到地方 这些家长 多数是爷爷奶奶 也有父母的领 但是是少数的 多数是老人领 都在外面等 他们到屋里先换上人口 之后才开始练 都在这坐着 开始练习 今天哪来的孩子 一共就来了三个 那种大孙去练的可认真了 大孙刚开始的时候 是学了街舞 之后他也挺愿学的 街舞的废话是我给出的 之后他父母就觉得女孩子 应该有一个防身 那么就学习了跆拳道 这个是多少钱一节课 我真没问 因为我也没给出学费 我也没问 那么你看一看 有三个小孩 有一个老师在这练 那小孩学跆拳道 除了防身以外 还有哪些好处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小孩啊 练习呢 跆拳道啊 可以呢 带着身体 增强呢 免疫力 增加呢 心肺功能 健身 就是啊 像我们的孩子呢 就是软软 你看 自从练了跆拳道 不接吾以后啊 真的特别爱吃伴来 第二个呢 可以啊 同伴结成友好的合作伙伴 团队精神 以及啊 赤口耐老的精神 或者是啊 遵守距离等优良品种 你看 品德 这都是啊 练跆拳道的法子 第三呢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啊 非常的光顾 孩子呢 通过练跆拳道啊 可以呢 身体多余的 就是说啊 能量施放 使孩子啊 阳光 那么之后呢 嗯 外向活果 真是这样 我大孙女以前呢 不爱 就是爱卷子 自从练了这个啊 可愿意了 上幼儿园 老师都说了 像变孩子似的 不管干什么呢 都往上抢了 第四个呢 就是说 长期锻炼 可以增加 集体的肌肉含量 啊 塑造啊 身材 使孩子啊 身材挺拔 精神抖操 你看 好佛祖呢 老师啊 还给照相 每次都照照片呢 都特别好 还有一条啊 就是 适当的呢 就是运动 可以呢 以防筋食 我觉得这一点呢 也特别好 所以呢 你看看啊 孩子练的 特别应征 之后啊 对孩子呢 特别有帮助 我觉得这一点呢 特别不错 哎呀那我还看了一下资料 这点 经常呢 做这个 呃就是 抬起刀呢 可以啊 使儿童骨骼呢 发育的特别完善 所以呢 这几段连钟呢 对儿童啊 就特别有好处 你看 哎 那么多 所以呢 人家父母啊 练 那么呢 我们做爷爷奶奶啊 就支持 假如说呀 父母有时间了 就接受 没有时间呢 我们 爷爷奶奶呢 就领不去 也是呢 很不错的 你看看 哎老师啊 你特别的 就是印针教的 其实我看呢 就是蹦啊 跳啊 哎 有的时候呢 就是啊 要挥的拳头啊 哎 那么 这个啊 就是我们在家呢 也不能 在上幼儿园也不能 你看 哎 还有拍照 你看 哎 看看这啊 这腿啊 伸的你说说的 哎 这两个小女孩 一个小男孩 你看练得特别印针 其实我家孙女呢 真是的 哎 通过这个学街舞啊 学台前道啊 哎 特别 就是说的 积极向上了 以前在幼儿园呢 那我们因为经常看视频嘛 他在幼儿园呢 都非常黏默 哎 也不愿意说话 那么你看 通过练这两个 哎 我真觉得了 上课也特别因为发言 因为他们每天呢 幼儿园呢 都会拍视频 你看这家跑的 知道 以前呢 是真是不能这样的 对 你看看 这家跑的肯定真的 就是有一种呢 不舒服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真是不错 但是我家孙女儿 不管是学啥 那么呢 都是她父母说了算 我们 就是说能帮助的呢 就帮帮 不能帮的呢 我们也不能说 那么呢 因为在教育好 现在年轻人啊 和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尊重她的父母 人家说学啥就学啥 我们呢 就是说呀 这是呢 不管学什么东西 就是在养吧 有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像在幼儿园呢 以前是不爱吃饭呢 我们回家呢 也进来说一说 她每周啊 都要来我们 这块 那么新年线 新年线 新年线 因为我就教教她字啊 她也挺愿学的 之后呢 现在啊都能拿出来 那些啊 就是 用句子了 她自己啊 又觉得有成就感 那么这样呢 我觉得真是不错的 这一说呀 以后呢 说呀小孩呢 不管学什么都没有白学 都有收获 感谢您的支持 下集见